各位订阅们大家好,愿一位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归于你每一位,阿们。 但这个星期仍然是这样的周末,让我们尝传感恩的心。 感恩的事其实可以很惊天动地,是很有戏剧性的, 好像一些家人在危难中获救,大家很开心。 这两天,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尾巴的战争,终于有人质在大成和谈以后,释放人质的事件就开始了。 所以有些人质在禁忍节的前后被释放。 对于那些等待多日的家人来说,其实这个值得是感恩和欢乐的时刻。 但其实感恩也是很平静,是很细微的事。 有时不是在于这个场景,而是在于这个心态。 很简单,每一天早上出去神运,去外面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色, 绿花香,看到自己仍有生命,会走会走, 这个值得是感恩的事。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感恩节的期间,我和师母都去了香港, 刚刚和家人去办完一件大事,一件起事。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带着我儿子,媳妇,女儿和女婿,一起回到香港, 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大家喝起酒,和众主恩。 这件事算是了结了这两年的大事。 子女成家,家人很开心。 同时去感谢上帝在过往里面各样的恩典和眷顾。 第一姐妹,生活是一种的选择。 虽然生命是神所赐,但我们每天都是用选择来如何生活。 我们可能去定义每天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又可能去常常埋怨。 每天可能在很多未满足的东西,未能够得到的东西, 而远色,或者自怨自艾。 我感谢主,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感恩节。 这个感恩节正好就是11月份和12月份里面, 让我们开始充满感恩的季节。 第一姐妹,今天所读到的经文, 就是这个诗篇第95篇里面。 原来这个诗篇第95篇到第100篇里面, 是诗人去呼吁大家一起向神感恩。 大家留意这个第95篇第二节, 他说我们要向上帝来歌唱,要来感谢祂。 这个感谢就是Thanksgiving。 感恩在这里当中,是很清楚说出来的。 我记得在以前我们聆听的时候, 在教会生活里面, 这个95篇第一到第二节, 是一首流行的一个赞美诗。 我记得我以前是常常唱这首歌,很喜欢的。 诗篇不单是一个感恩的诗篇, 亦是一个赞颂的诗篇。 感恩是一个内心被填满的欢愉。 而赞美是由内而迎于外, 去表达这种赞美的动作。 用口、用身来赞美神。 可以用声音来歌唱, 不单有声音,不单小声声, 甚至可能慢慢大声, 将口来赞美神。 大家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主例的人, The Liturgist, 或者一个诗乙, 对着来斌说, 来吧, 我一起去赞美神。 原来这个诗篇里面用了两次, 来讲到来霸, 这点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情绪, 都未必是可以这么激烈的。 如果身边有人一起鼓励你, 发出邀请你, 可能大家这个气氛会怎样? 由安静,慢慢进入强烈的气氛, 情绪高涨, 直到全程投入。 原来敬拜也是这样, 敬拜是全程投入的, 是理性和感性一起的参与。 感恩是上帝要求我们, 流露的情绪和气氛。 今天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在信仰里面, 在生活当中能够常传感恩的呢? 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到, 凡事借恩。 我让我们在今天早上, 在敬拜里面, 我跟大家用一个诗篇去分享四点, 在生活里面, 常传感恩的心。 在四点里面就是, 第一, 就是认定上帝的超越性。 第二, 就是听从祂的话。 第三, 就是使心去软化。 第四, 就是以古为鉴, 从历史的失败里面, 去学教训。 求主要帮助我们。 第一, 认定上帝的超越性。 原来认定上帝的超越性, 而常传感恩, 就像一支定海神针一样。 我想一下, 感恩的理由是什麽呢? 不单是你得到什麽好处。 你可能去想想, 如果你把雀眼在一个礼物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较。 今年没有去年的礼物那麽大份。 今年可能没有收到那麽多礼物。 但如果你是着眼所送礼物的人的话, 只要他继续在, 连年都有不同的礼物。 我们的眼光和看法就完全不同。 欢呼敬拜的理由, 其实在于上帝本身, 不是由于我们自己。 上帝是值得我们感恩。 上帝是感恩和清謝的主族。 因为由于他, 我们可以上传感恩。 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看到四个, 对上帝的描述。 上帝是什麽呢? 第一是上帝的拯救者。 第一是向拯救我们的盆石欢呼。 第一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是春埃及的经历。 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是十字架, 耶稣救赎我们的体会。 洗礼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起步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自己为什麽要相信耶稣,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会体会到救主耶稣的大爱。 原来我们的感恩是透过这个体会, 我们会来得比较容易。 因为生活里面虽然有时都很喜剧性,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平静的, 跟其他人差不多。 其他人都要胃口奔磁, 为生活忙碌, 我们都是一样。 但是这样的心是从体会救主耶稣以来的。 有了这种不同的经历,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神是拯救者, 但是神也是创造者。 经文里面说是一个伟大的神。 第一,你们要留意的是, 超乎万神之上, 这句话想想, 不是指到多神论, 而是从一个列国的角度来看。 原来古代里面, 每一个国家民族都相信有神灵管轄, 保护。 他们以为他们的强大, 是因为他们后面的神强大。 因此各与各之间的角力, 是神与神之间的比试。 但是犹太人里面的神, 是超越的神, 是超越一切。 地、山、海洋都是属于他, 是上帝的地盘来的, 是他管理的区块来的。 你会留意的是, 海和陆都提到了。 海洋和陆地, 都有上帝管理的痕迹。 可能我们顺便会问一下, 为什么没有提到天呢? 大家都知道, 天是神的宝座, 是神的居所。 我经常说, 我们的信仰, 不是在乎我们的信仰本身的敬虔度, 或者虔誠度, 而是在对象的可靠度。 这个也可以应用在感恩的情况里面。 我们的神, 是一个超越的神。 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 而一切生活全流都是在乎他。 而CB95篇, 特别第三和第四节, 是讲述到上帝的统治权, 和管理权。 古代他怎样去讲述神的角度呢? 就好像王一样, 有他的管核。 他是区块。 93到100篇里面, 其实都讲到赞美而和华为和。 包括什么呢? 他是全地作王。 他是超乎万臣之上的王。 和他是百姓心中, 是掌管百姓里面的王。 上帝是创造者。 好了, 第三方面就是, 他讲到上帝超越性的什么呢? 他是拥有者。 圣经里面说是他的, 属于他的。 这是讲到和万物之间的关系。 是指明神是拥有我们的。 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是属于他, 他是我们的神。 擁有者。 我们拥有很多东西, 但谁拥有我们呢? 就是这样。 记住就是, 当你感恩的心的时候, 你知道, 擁有我们的是上帝。 你越将你自己来到, 给他拥有你更多的时候, 那你是当中, 你能够和他经历更加多, 你体会更加多, 和你感恩的也更加多。 好了, 讲到超越性的时候, 另一方面, 我们不可不注意的, 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尊贵者。 神是我们中间的尊贵者。 第七节里面说, 我们是他的草场的羊, 是他的手向民。 留意说, 当我们说我们是神是拥有我们的, 但这个拥有不是一个很残酷的拥有, 是比较相熟。 这个相熟的一个地步是什么呢? 其实是很眷顾的, 很有慈爱的, 就是来引导的。 这个最好的就是给到牧羊人和羊的关系。 草场的羊是讲到神的供应, 他给我们的照顾和满足是很深刻的。 手下的文是什么呢? 其实是讲到在他的手保护。 没错, 他的手是可以压杀, 可以来到杀害, 但是很多时候他用他的手, 来到去保护, 来到去阻拦了很多的攻击。 我留意的是, 上帝在我中间是一个尊贵者。 究竟里面, 他讲我们和人的关系, 的确是从牧羊人和羊来到一个比喻。 这是一个贴身而美好的描述。 上帝在我中间, 他不是无情的上帝。 我记得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 他一句话来说是很深刻的印象。 他讲到牧羊人和羊的关系, 他讲什么呢? 他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写明。 因此我们在当中, 他不断思考上帝, 我只说提到几样东西, 是讲到超越性, 是什么呢? 他的拯救者, 他是创造者, 他是拥有者, 在我们中间的尊贵者。 如果我们能够思考上帝, 这个几个角度, 这个超越的角度的话, 我们就不会被生活的规律所阻入。 我们的感恩, 不仅是因为神给我们平顺的生活, 而是神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 以及他给我们一种与众不同的关系。 当我们讲完这个超越性之后, 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听他的话, 听他的话使用你的感恩更加丰富。 其实好像我们赞美, 可能是很沸沸扬扬, 很厉害的。 但如果没有听话, 没有听, 信命信服的时候, 我们这个赞美可能只是往而。 生活的本身, 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原来活出神的话, 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 一个活出的内容。 因为我们生活, 就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们培养的生活态度就是荣耀神。 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是很难得到感恩的结果。 因为我们从来是不会因为生活的舒适不满足。 我们时刻都很想要很多的东西。 而亦都因为很多时候得不到的东西, 而我们又失望。 举个例子就是, 这个感恩节过后, 叫做Black Friday, 可能有人排长龙去得到一个感恩节的特价品。 但可能你排了长龙之后, 但是到最后来, 来到你的时候, 那个特价品已经没有了。 你可能因为得不到, 而很失望, 很不开心, 很生气。 事实上我们生活的世界, 是一个资源少, 而我们的欲望是无穷无尽。 就是这种无穷无尽的欲望, 去配置一个有限资源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失望是在所难辨。 但我们要留意就是, 人不是为了食物而向生活, 人互不食单靠食物, 人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活。 所以在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七节说, 唯愿你们今天听祂的话, 试着想想, 在我们不同的感恩节目里面, 我们有没有曾经为了要遵行了一件神吩咐, 或者依秦神的教训去做, 而感到高兴?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听从神的话, 而感到很感恩呢? 原来当我们预读神的话语, 又去依从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可能在那一晚, 当你临睡的时候祈祷, 你回想到这个的信从, 你已经是一个值得感恩, 神经病提醒我们要信从, 要去纪念, 要去承认上帝, 我们用听从的心, 它来到跟随, 那我们这个常传感的心, 就可能继续会不断的活化到你, 好了,第三方面, 使心软化, 同样在这一节里面, 讲到九十篇里面, 它说不要硬着心, 不要使心硬着, 你不可硬着心, 对神的心硬是一个很难堪的事, 外表好像火热, 但是你对神的心是封闭的, 压着心是一种无动于衷, 圣经对这个怜悯的解释, 其实有时候很活活的, 它说什么? 动了持心, 如果赞美是感恩外在的流露的话, 我们必须要切法, 让神打动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软化, 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的, 一个就是良心, 一个就是对神的心, 良心, 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描述, 我觉得最生动的其中一个描述, 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 圣经有说这个被落印落过的良心, 大家知道良心是对上帝赐语的, 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在里面有一种道德的意识, 这是狼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所说的, 但如果良心被落惯了, 落印落惯了什么? 就硬了, 是什么呢? 就是变成麻木不仁, 这个良心不能够可以正常的运转, 就好像什么呢? 其实心灵那种双巴的组织, 已经慢慢变成了, 没有敏锐了, 对分辨对错的感觉已经迟钝了, 或者被落印落到的伤痕累累的时候, 可能对痛楚已经麻木了, 同样, 这个被落印落过的良心的人, 其实我们的心, 那种磁场, 已经变得无动于衷, 保罗在《提摩太义前书》第四章, 第一到第二节, 去区分了那些良心被落印落过的人, 那些人通常是什么呢? 是指到在末后那些假教师, 或者被邪灵所来操控的人, 圣经里面不断说,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争道, 听从那些人有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他们去说大话, 说到那个地步是什么呢? 连自己都压了都不知道, 魏事那个地步是什么呢? 他们戴上了神圣的面具, 但是充满了虚荒, 充满了污蔚, 他们行为不道德, 他们本身良心已经是麻木了, 他们毫无羞耻的, 继续去诱骗其他人, 去走来神的正道, 所以宝罗就说, 他们是被良心落瘾落过, 他们的一切所做的都是麻木, 没有任何的一种生气在里面, 其实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 一次又一次的罪恶, 是可以叫我们麻木, 使得良心没了触觉, 相反地, 所以宝罗也说了, 叫我们传有无规无偽的良心, 无规和无偽, 无偽善的良心, 和乐印的良心是什么呢? 是完全不同的, 我怎样能够从一个乐印的良心, 去慢慢回复一个无规无偽的良心呢? 其实圣经里面经常提醒我们, 流泪悔改认罪, 流泪悔改认罪, 这个能够使得了乐印的良心, 得而去改变, 让上帝给我们新的活的心, 活造的心, 一个新的心, 使得怎样? 圣经里面有新的心, 有新的心志, 来为神去定习属神的计划, 合神身命的计划。 对良心方面的解释, 我相信大家要很清楚, 对神的心方面, 这个良心, 其实同常说, 这个心是代表对神的心, 圣灵引导, 其实是很重要的, 圣灵引导我们的心, 叫我们去喜欢神的事, 叫做神的事,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对神的心,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 投靠在圣灵的里面, 被祂带着我们, 不是用自己的心意去行, 而去圣灵而行, 所以圣经说, 信着圣灵而行。 第一支妹, 感恩是需要从暖心开始, 愿我们的良心, 和对神的心, 都是暖和, 甚至是被一种热血沸腾。 最后一件事, 就是以古为教, 从历史的失败里面去学教训, 圣灵记载有几个不同的历史事件, 或者地名, 一个叫米尼巴, 米尼巴是什么呢? 是一个没有水, 而埋怨神的一个地方, 记得, 以色列文出现阿及之后去到抗野, 因为当地没有水, 于是他们就去埋怨神, 所以米尼巴其实有一种争闹, 炒炒闹闹的先, 他们埋怨神, 去争闹, 回去了, 不要在这里了, 那种的。 好了, 马撒, 马撒是什么呢? 是一个试验的地方, 马撒的意思就是试验, 以这两个地名, 正好是, 以色列人在抗野路途当中, 不断重复的错误, 不断埋怨, 不断来怀疑, 埋怨和怀疑的心态, 以色列人在生活中不断走迷, 用圣经所说的不断错乱, 原来这两个的心态, 埋怨和怀疑, 是可以令到我们在生活中走出错乱的原因, 因为我们埋怨, 因为我们怀疑, 以至我们不断走离了上帝, 走迷, 所以迷糊的意思在圣经中说的是, 是犯错, 走错路, 不走正路的意思, 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以色列人, 虽然短短几个月的路程, 但却换了四十年内在抗野的来回, 而这个世代, 他说这个世代, 就是德奥尔斯利文这四十年的世代, 正好代表深硬, 利弃神的世代。 第一姐妹, 我们要以虎为尴尬, 一个感恩和歌众神, 相对埋怨和诗探神。 第一姐妹,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 我曾经很详细地对这个诗篇有很多解释, 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七节, 叫我们不要用以色列人所做的事, 来效法他们, 我们以为这个尴尬, 所以甚至到今天, 每当我们读到这个旧约的故事, 典故, 我们今天要提醒我们, 所以其实讲到不是尤尬人的一个, 要认识这个的, 旧约的历史的事件, 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所读的, 不是为其他人读, 而是为我们自己读, 使我们知道上帝所应许的, 不是加南帝的应许, 是救英的应许, 而今天我们不要落在这个同仦的犯错里面, 以古为假,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 都是这样说, 叫我们要以色列人的历史, 和过犯, 成为我们的尴尬, 所以, 当我们在感恩的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 有过往错误的经历, 成为我们的尴尬, 当你今天不需要再重蹈覆车的时候, 你已经值得感恩, 当你看见其他人犯同样的错, 但是你在这个里面能够胜过的时候, 你也可以感恩, 所以感恩就是, 我们不需要再重复, 对某些事, 我们来到去认罪, 我们已经是在当中能够胜过, 我们可能都每一时每一刻都会对付不同的罪, 但是只要你不是在重蹈同样犯的错的时候, 其实这件事是值得感恩的, 第一姐妹, 我们试着总括一下好吗? 原来感恩和欢乐之情, 不是出于勉强的, 绝对不是勉强的, 是甘心, 是甘心乐意的, 信仰是很强调甘心乐意, 是没有人去逼你这样做, 感恩, 也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安定舒适, 而在神的手里面, 有真正的安乐, 安稳, 这个安稳安息在基督耶稣里面, 第一姐妹, 我们要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 去培养这个感恩的心, 四方面, 认定上帝的超越性, 听从他的话, 使得我心软化, 以古为教, 从历史的失败里面学教训, 愿你我能够培养每日感恩的心, 我们将开始这个教会的新的年度, 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有一个新的年度, 将临期开始, 让我们以感恩为开始, 也都感恩作结束, 直到见主面的时候, 直到等主在来的时候, 投资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感恩节的周末里面, 继续尝传感恩的心, 去与主同行, 我们得到来做祈祷, 所以这种上帝, 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给我们一起去学习, 去在当中, 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说, 到最后, 我们仍要感恩, 但是神, 我知道感恩有时真的不容易, 让你借着诗篇第九十五篇里面, 教我们怎样学习, 培养感恩的心, 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求主恩代, 保送我们, 让我们去认定上帝超越性, 我们在当中去听主的话, 我们有个软化的心, 我们都以历史为尴尬, 我们不会重蹈一些重复的过法, 以致我们能够在德性里面, 能够去感谢主,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保守我们, 徒提个祷告,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 德性名祈求, Amen! 好,愿神祝福大家!